中休假期到了 许多朋友都准备要安排户外活动 尤其同学们来说 这可是最后一个中休假期 下礼拜可要开学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中休出游去 要注意什么事项了 台风呢 14号 它现在呢 已经要逐渐的接近菲律宾了 你明天前往菲律宾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但是呢 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14号台风要接近香港南方的海域了 所以啊 礼拜天你前往澳门 香港广东的朋友 也要特别注意航班 对我们来说 没什么直接影响 但有一点点间接的 就是在南部墾丁海域的风浪 略微的偏大 在大浪到巨浪 海边细水活动的朋友要注意 可是啊 往北走啊 因为台风在正南方的关系 所以明天台北市的正风 会略微的偏强 但是啊 天气晴朗 你防晒工作真的不能少 紫外线可是在那危险级之上呢 另外到了东部地区跟南部地区 会受到台风的一些 外围的云层影响 所以啊 在台东 在屏东的东边部分 会有些零星的短暂争雨出现 周秋假期 蛮适合出去游玩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卫星云图 云图上可以注意到 这个云系发展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就是今年的14号台风了 现在是轻度台风 暴风半径150公里 今天晚上就要进入 旅宋岛之后呢 在礼拜六的早上的时候 就逐渐穿越 旅宋岛而进到南海 对我们来说没影响 最重要因为台湾上空在太平洋 高压的范围 所以呢 我们的天气晴朗之下 只有在明天的时候 因为地形效应 北部有点震风 另外南部海域的风浪略大 但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 台风会以这个很快的速度 接近到香港附近南方的海域 所以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你前往香港的朋友就要注意了 不过在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都偏向于山区的午后真雨 会比较多一些 来看一下这个温度的预报了 先注意到 外岛地区在中午的时候 都有些云层发展 下午会有些彩八号出现 高温在33度到31度 台湾本岛部分 往北走36度以上 所以看事大于活动 小心别中暑咯 中南部地区都有点午后真雨 在东半部的台东以南 到恒春半岛以东 会有些短暂雨 小丁宁给您个提醒 阳光强防晒工作不能少 风浪比较偏大 细水的朋友要注意